Hello,欢迎回到这个频道,我是卡尔 这集为大家来英格安足球超级严赛 迎操第九轮 利物浦主场对阵爱佛顿 台湾时间10月21日,晚间7点半开梯 从第五轮开始 都有一些特别好看的大战或得比 除了有北伦敦的面子之战外 接着是前四中的热刺对决利物浦的戏码 第八轮则是阿森纳与曼城的天王山之战 而这一轮则是由墨西赛德得比打头阵 两队的历史渊源非常深 虽然在英超成立后 双方的对决没有这么多的火药味了 因为爱佛顿的成绩和利物浦是天差地缘 即便爱佛顿几年前也曾靠理查利森 赢下过一次利物浦 但理查利森已经到了热刺 目前爱佛顿的封线上 只有勒温跟贝托比较有能力 但跟利物浦一众猛将比起来 那是相差甚远 毕竟努涅斯、加克波、萨拉赫、霍塔 都不是什么小角色 而在欧洲杯资格赛期间 利物浦的边后卫 罗伯森手部受伤 这场联赛可能不会上场 因此利物浦左边路的出球会有点影响 但整体的问题应该不大 而双方在上一轮都没有出球 艾佛顿是在主场3比0伯恩茅斯 不过伯恩茅斯本季的状况 可以说是相当糟糕 即便艾佛顿的球员素质也层次不齐 却还是比伯恩茅斯更加的有进攻威胁 伯恩茅斯主要的原因 还是阵型上的不合适 可即便他们不适合4231 却一意孤行的使用 导致巴伦至今以胜畏曲 再这样下去 伊拉奥拿可能要先下课了 说回到艾佛顿 目前他们与利物浦的战绩刚好是相反的 是两胜一合五败 目前艾佛顿除非对上他们有把握的队伍 不然反击阵绝对是优先的考量 再加上利物浦不论是阵容的深度 阵型战术上都是完全压制艾佛顿 主场的优势下对于艾佛顿 也不太可能有赢球的空间 能够合局都会是胜利 而利物浦上一轮赛事是2比2 做客踢合布莱顿 布莱顿在这两年的进步是肉眼可见 但没有想到利物浦在下半场的防守 其实并不是很好 多次给予对方机会 最终在自己无法破门 增加进球数的情况下 于下半场被对方反击进球 导致无法守住原本2比1的领先优势 也让前6名的积分是非常接近 而以上一轮双方角出的表现来看 这场比赛艾佛顿是很难有机会不被压制的 因此目前Rupe的打法 更多的以B抢来迫使对方的后场失误 进而制造进攻的机会 包括上一轮虽然是与布莱顿打拼 但他们也都有透过B抢来迫使布莱顿调球 除非艾佛顿能够透过其他战术来针对这点做反击 可艾佛顿的出球和传球成功率本就不高 这起轮下来艾佛顿即便赢球 都不见得在传球成功率持球率上有赢过对手 除了卢顿这种实力与英超不相匹配的队伍外 而本身出球的方法 往往都是靠皮克福德大脚往前输送 有抢到就往前带 没抢到就退缩继续守 因此艾佛顿要靠短船从后场出球 真的就很容易被利物浦逼抢到失误 艾佛顿又是目前八轮内失误调球数最多的队伍 不过利物浦逼抢也不是万用 其实很容易造成不必要的犯规甚至是吃牌 不过艾佛顿现在的踢法在比赛中也相当的粗 抢断是全英超最多的162次 就完全没有技术流靠身体的素质去阻止 不过得比战火药味浓厚 才会让比赛有点趣味 这场如果可以玩发牌数大也是非常好的选择 这场我认为艾佛顿各方面都无法取胜利物浦 但考虑到伤兵与红牌问题在利物浦这边会比较多 可能不太会有大比分的举胜 这边推荐主胜大小分为2.5小 比数为2.0 也推荐上半场的利物浦 那这期影片就到这边 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订阅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